我是叶子元老师 欢迎大家观看由我录制的深入理解加沃迅记这套视频教章 那么我们本节继续来了解我们纸解码的指令 我们本节主要了解的是控制转移指令 那么我们知道在学习加沃语法规范的时候 我们有很重的一节就是我们的控制转移 说白了点 其实在这个Java中所提供的控制转移的语法 无非就是if else加上switch再加上一个循环 for while循环这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也对应着一些的控制转移的指令 那么控制转移指令可以让Java规范机有条件 或无条件的从指定的位置指令 而不是控制转移指令的下一条指令 继续执行程序 可以认为控制转移指令就是在修改PC集成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程序接触器的值 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给大家画一个图 非常好理解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程序执行流 那么我们认为它标上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这个Eclipse里边的那个行号是吧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程序接触器 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来讲应该是代码一行一行一行的往下执行对不对 那么这边呢就标的12345 那么这个执行的顺序呢 就是从1到2到3到4到5 那么有了控制转移指令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地方是我们的控制转移指令 那么它所执行的下一条语句 并不一定是它的后一条语句 而有可能就被跳转到了指定的某一行上去执行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不是这个它的下一条指令继续执行啊 那么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呢 其实就是控制了这个地方12 那么它认为下边的就是到了这这边啊到了这边 嗯好了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控制转移指令控制转移呢非常好理解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控制转移指令啊 嗯那么可以分成那个三类条件分子 符合条件分子以及无条件分子 这些内容呢 咱大家可以到加华讯息规范中来进行查找啊 嗯通过这个 这下呀 这样 采换进去 照射寄旧指缘旧所支持的数据类项不说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控制转移指令 那么这里呢 就分这个条件分子 符合条件分子和这个无条件分子啊 那么咱大家可以来去自己来读一下这些方 其实我们这边前面的呢 都是从通过这边来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那么咱大家如果对这边有疑问 可以来这边去查看一下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下边呢 就写几个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条件分子啊 例子写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这个 最简单的FL操作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咱大家可能会想 这个刚才在这边说到 这个 有条件或者无条件啊 那么有条件好说 我们在这个 F中也好 Wile中也好 等等 它总是都是有条件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无条件 我们能不能做到啊 什么叫无条件啊 其实我们知道 加华中有一个保留字叫做GoTo 对不对 那么这个GoTo的跳软 是不是你想往哪跳就往哪跳 这个可以认为是无条件的啊 但是我们说这个加华中 这个GoTo 必定是作为了保留字而存在 我们并不能使用它 那么使用它的话会报错的 所以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无条件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代码啊 代码是无法做到无条件的跳转的 但是这个字节码指令中啊 并没有去掉GoTo啊 那么字节码指令还是有GoTo的啊 就是作为无条件跳转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其实在字节码指令中 GoTo是非常常见的啊 我写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来说明天 我们就来输出这个 大于4 否则 这个输出 小于等于10了 好了 那么我们来进行对它编译 先转到我们的这个 java c hello world.java 然后呢 我们再来这个先来运行一下吧 运行的结果肯定是输出小于等于10吧 没错吧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使用javaP工具来看一下 我们就对照的来看一下啊 非常简单啊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 BI push 把10这个常量放到我们的操作数站中 这个i low的1是不是把A加载到操作数站中 所以呢 这个时候其实操作数站中就已经有两个了 那么if i compare 就是来进行对操作数站顶的两个值进行比较 那么如果比较成功了 那么接着往下执行 如果不成功干嘛呢 跳转到第二次行啊 那我们说比较成功了吗 肯定是不成功的 所以要进行跳转啊 跳转到第二次行 执行了一件什么事呢 get static get static 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了 就是获取这个 所谓的这个alt啊 获取这个alt 这个alt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print stream 标准的输出流 标准的输出流 静态止断 静态的止断啊 然后接着ldc 这是干嘛呢 这是不是加载一个常量 进入到操作数站中啊 加载一个常量 那么这个常量是什么呢 是小于等于10 也就是这个支付串 小于等于10 那么接着 infoque播出 这个呢 是方法的执行指令 它执行的是哪一个方法呢 就是println啊 println 就print stream的println方法 呃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指令呢 我们下一节就会介绍到啊 关于这个方法的调用指令 那么当然了 伴随着方法的调用 还有方法的这个返回啊 那么包括这个return也是我们下一节 想要将要了解的啊 那么这地方在大家也非常好理解 也非常好理解 也就是说这个呃 infoque播出呢 就是执行这个println方法 执行完毕之后有一个return 呃通过这个地方分析我们的这一段这个字节码指令 我们也发现啊我们虽然当方法声明为void方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显示的去return 那么我们的这个字节码指令上最后在编译的过程中也会给我们加上return指令啊 标识方法的结束啊标识方法的结束 那么这个地方就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go2 我们说啊认为不会出现的但是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来分析分析他 那么如果a不是10的话 a如果是12大于10了 那么肯定是接着往下走同样的是获取到输出流 然后接着让谁让谁啊 让那个大于10这个字符出来长亮 进入到操作出站 接着执行这个println方法这都没问题对不对 执行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往哪执行呢 你你能接着往下执行吗 显然是不行的 要进行干嘛呀跳转go2跳转到哪去 跳转到return跳转到return 这就是go2指令啊 就go2指令 嗯那么 代码非常简单 我们看起来也非常直观 那么在那家呢 你可以去进行写一些比较复杂的 嗯首先呢这个 你可以把数据类型给换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compare等等这些方法对不对 进行比较 然后接着你可以去使用那个for循环呀 while循环呀 嗯使用这个 嗯 swiss case呀等等分别来进行这个 验证啊 那么这里呢 嗯我就不再带大家去进行验证了 你自己可以通过验证获得一些结论啊 获得一些结论 嗯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 嗯 控制转移指令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嗯 这后边呢 给大家提了一个关于这个 可能在那家会有一些疑惑啊 嗯 这些指令到底分别 这么多是吧 到底是都有哪些区别啊 是不是说 嗯 其实没必要啊 没必要都了解的很清楚 那么预见的时候你去查一下就可以了 嗯 嗯 当然我们这里看到 BI push 是把常量放到 操作出站 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再看 LDC是不是也是啊 嗯 那么这些 嗯指令 它到底都 嗯 什么意思呢 其实 嗯 这里给大家列出来了一点啊 那么可以进行参考啊 进行参考 好了 那么关于本节呢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